剛剛的這個LUGA的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個叫VIRU函數好了 我們用VIRU函數來做好了 那首先VIRU函數啊 第一個就插入函數 我要查什麼呢 查如果編號是001的話 他姓名是哪一個 如果002姓名是哪一個 可以跟著清單跳動的哦 所以第一個我要查的話 那先插入函數 在游標先放在姓名這一個欄 就是H4吧 放在這裡 然後呢 插入函數的話呢 我們就是 檢視與參照找到VIRU函數 先從最重要的VIRU函數開始 那首先的話 他會問你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LUGAVALUE 請問一下 你要找的 你要找的根據是什麼 LUGAVALUE 根據什麼呢 就是你要找什麼 找編號是001的 所以你就點一下 編號告訴他一下 第二個問題 他會問你說TableArray Table的話就是表格 表格指的是 你要查的那個表格在哪裡 Array Array就是範圍啦 其實就是一個陣列 那我們基本上的話 告訴他說 那個表格在旁邊這裡 那選的話 通常不會選到欄位名 因為欄位名稱不是我們要找的 那我們就從什麼 編號下面A3一直選 選到E的E10這個範圍給他 跟他講說 你就幫我 001 幫我去找那個表格 他一定是查第一欄 所以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的 要查的編號不在第一欄的話 很抱歉就不能查了 所以這邊有同學說 老師那 我如果要查姓名的話呢 很抱歉 V2元素 不行 除非呢 你把姓名搬到第一欄去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問題是哦 姓名如果重複的話 他只會找到第一欄 因為編號理論上不會重複 沒有那個編號 所以為什麼他一定要查第一欄 因為第一欄通常是他的Key 那個Key的話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他不會重複 第二個他一定有資料 所以為什麼是查第一欄哦 大概這樣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怎麼樣 這個給他查編號 去這個範圍那邊找 再來第三個問題說 那請問一下哦 這個表格裡面呢 我幫你查到編號之後 那請問一下哦 你要查 幫你把哪一欄的資料帶回來 那因為我要查 查回來是姓名 姓名是在這個表格裡面的 第幾欄呢 第二欄 所以輸入2就可以了 那第三 第四個問題說 那請問一下哦 如果你要找的話 是要找完全一樣的呢 還是如果找不到的話 要找接近的呢 目前應該看起來是 要完全一樣 有沒有 如果是001就只能找 但以後如果有個情況下 如果他輸入是009 009沒有怎麼辦 如果你輸入0的話哦 他就會出現找不到 但是如果你輸入1的話呢 就找接近的 找009沒有他就幫你找到 008 OK哦 所以特別注意哦 不過目前我們先輸入0好了 我們要找完全一樣的 好 0的話是完全一樣哦 不能找沒有就跟我講沒有就好了 好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吳伯薇就找到了 當然如果說你現在下拉清單 點002 你會發現張賢雅就找到了 下拉清單改變他會抓到不同的欄 那可是問題來 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其他的也把它完成的話 那你想說複製貼改改什麼 改這邊把它改成 第二欄改成第三欄 有沒有下一個 第四欄第五欄 有沒有剛剛那個條件裡面的話 我們其實姓名在第二欄嘛 那總銷戀在第三 名次在第四 第五 所以其實哦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欸 最好可以怎麼樣 當我下拉的時候呢 其他的也都完全一次就做完的話 那會比較快 不然的話我等一下我可能需要什麼 複製這公式 貼 改 好麻煩 所以最好怎麼樣呢 自動幫我產生這個 這個 2 3 4 5就可以 那其實如果說我要向下拉 可以產生2 3 4 5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好像前面有講過吧 檢視與參照裡面有個叫RA RA RA函數怎麼樣 按確定之後的話 直接再按確定 它會出現現在你在哪一列 那我剛剛的那個什麼呢 剛剛是2對不對 那我這邊是4 我把它什麼 剪掉2 剪掉2之後打勾 這邊不就變2嗎 那向下填滿 2345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設我希望能夠做完一個向下拉 OK 全部都幫我做完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第一個哦 因為向下拉這個範圍 可能要鎖起來 F4 其實鎖列就好 那這邊的話呢 H3可能要把它鎖起來 其實鎖3就可以了 因為等下要向下拉 再來的話呢 把這什麼 把這個2的話 改成什麼 RA 小瓜糊 剪掉2就可以了 剪掉2的話 它剛好有沒有 剛好不就2吧 啊向下不就3 4 5 不就剛好參考到下一 所以以後喔 記得喔 這個蠻重要喔 因為以後如果你是 自動帶出 可是藍數很多的話 那你如果像 一個一個 慢慢在自己輸入很麻煩 我是建議喔 你用那個RAW來取代 去抓哪一籃喔 不過同學之前 就是抓哪一籃喔 OK 利用RAW自動幫我產生 所以向下填滿 那把它自裝好了 不然有個左有個右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做完之後的話 把這個刪掉 那你會發現喔 我現在 點一下 它自動全部呢 假設008好了 這個 總銷量 045 沒錯 所以向下拉 自動就出來 但是喔 如果說你 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 VIRON數最後一個引數是0的話 那我輸入009 Enter會怎麼樣 找不到 有沒有 而且會跳出警告喔 它說裡面沒有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設你最後一個數字用1的話 它會幫你把008 抓過來 所以後面那個 最後那個引數是 你要找完全一樣的呢 還是要找接近的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用那個VIRON數 先抓一下那個 資料一下 VIRON數部分